第四節,這段影片被形容是俄羅斯的羅茲威爾 是否俄羅斯的羅茲威爾 對於俄羅斯或蘇聯的菲利普事件 我們都完全未說過,一次都未試過 都可以說未說過,不過基本上不算 因為你怎會把通古斯的大爆炸 1908年也是一個很重要的蘇聯菲利普的個案事件 也算是這樣的 但我記得你們曾經邀請過一個專門研究 烏克蘭那個 東歐菲利普的專家 那是很重要的,可以有兩個 再看一看,我可能的資料有少少錯 其實這個就在埃及的冒月裡 找到出來就不在金字塔 那個氣候是什麼呢? 那個氣候比較特別 這個新聞在美國的UFO界 就說過,但一直都不成勢 不能夠引起一些足夠的興趣 但近年似乎找到一些相關的證據 確認了裡面某些事實 當然,談過美國的UFO 其實那個嚴謹程度高了 因為有了地方,有了時間 地方你可以直接去看 時間過了 你起碼在一些官方的紀錄裡面 你會留下了 就是可以 找到出來 可以互相去引證 這個事件就反而是整個 UFO和莫拉伊茲之間的關係 的氣肉來的 這個事件是怎樣來的呢? 這個事件就在美國一個州份 叫北加羅聯納州 上次說的維珍南州 其實不是來很遠 都是東岸 那個地方長年發現 有一些藍光 即是有些光,不要叫藍光 那個地方叫Brown Mountain 即是中式或是咖啡式的咖啡式山 長年有一些光在那裡 就出現了 即是光柱 那個出現的情況 當然大家就用很多的方法可以解釋 舉個例子 比如說 那些人在那裡開車 或者是那裡飛機 如何如何 或者折射 或者折射 但是呢 因為那個出現的時間很長 是長達幾十年 甚至如果根據當地那些 像是Shiroki 那些 美國土著去說 是長達幾百年 於是大家就不會這麼簡單 想用Shiroki 或者Debunking的方法去 就這樣就敷衍了事 因為敷衍了事 那個出現的情況 甚至連當地的電視台都有報導 就像以前我們所說的鳳凰城的事件 那件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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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快就馬上記回 那件事件 我看過的照片 就是這樣的 近年少了 但是因為這個事件出現 那個年代的時間很長 有些人就拍了照片 和拍了片 我看到在山內 就不斷出現一些光線 甚至去到近代 那個地方停了電 之後都出現 仍然會看到 又是一點點的這些藍光 這個導致在電視台上 曾經是一個廣話的報導 而當地的政府都派過人去查這些事件 但是都查不到 當然了 這個甚至去到近年 變成了一個旅遊景點 大家去看那些光 不明飛行物 我不知道蘇博士去看那些 比如西雅圖是否看類似這些 我想接近的 因為這些事件 很多地方 尤其是在美洲 是拍了很多這些 錄像出來的 墨西哥也有 墨西哥也有 美國的好處就是 這些資料本身 就算說 港華政府 怎樣怎樣怎樣 起碼一件事就是 那裏的人 自發會有些 用一個渠道 放出來 無論是否字 無論是怎樣 這個很著名 大家可以自己 客觀就叫做 Brown Mountain Lights 好了 這件事件是怎樣 這件事件是 又在1961年的好笑 1961年 有一個人 這個人是 做一個普通人 是賣家屬的 現在有牆 他就自己 覺得這件事很有趣 就是自己去山 去山那裏 去看一看 他看的時候 就出現了一個 我想又是很驚 大家記住 這件事件是1961年 除非是時候後來的 大家要留意 他看到什麼 他看到OPS 這件事件是很大的 巨型的OPS 這件事件不是真事件 我相信這件事件是後來補充 這件事件不是當時 這件事件是上面經過的 處理 他看到這個OPS 然後追到森林 追到森林 他發現了一個 所謂的地道 然後 這個地道 引到一個山穴 這個山穴 然後他見到一群人 那些人是很漂亮的 跟我們正常一樣 但是是很漂亮的人 男還是女 所有都是男人 只有一個女人 而那個女人是很漂亮很漂亮的 是嗎 那你聽到 為什麼會有一個Wonder Woman的 那個Logo 這個不是Wonder Woman的Logo 這個不是W 這個不是W 這個是VNews的Logo 是的 是 他們跟他說他自稱是個金星人 然後跟他說完 其實地球的文明 不是來自地球本身 是來自領埃星球 那星球出現了什麼事呢 因為他們嘗試分裂電子 結果造成一個很大型的災難 所以他們就跟著來了地球 然後沒有多久之後 他就送了他出去 他說如果你再來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再來 第二次他又在同一個地方 再跟著他 然後第二次的時候 就出現了另一個情況 就是 被他帶了一個 他聲稱是外星人穆乃伊的物體出來 去到這裏 又不是有圖有真相 有圖又沒有真相 圖甚至可能都是假的 因為很多人覺得 聽這件事實在太匪夷所思 但是那個奇怪的地方 就是 這個穆乃伊 後來是拆開了 但是當時有 有人見過 即是有不同的人見過 而不同的人的意思就是 是一些在當時 去調查UFO的人見過 去到這裏 跟著出現了另外一個 又是很經典的UFO主題 就是有Man in Black出現 跟著有Man in Black 即所謂這些黑衣的人 就去判判這些 即是去看熱鬧的人 即是去看熱鬧的人 跟他們去說聲 可以了 不關你的事 不是 也正是這樣說 即是那裏的人的證供 跟著呢 到了若干年之後 這個人死了 1978年的時候 就在那段時間 其實他嘗試去把這個自己的經歷 或者甚至這個自己的老作出來的故事 疑似路狀 一定要傳開 但基本上是沒有人理會的 因為在1970年之前 說了所謂的金星人 或者你見過那些 全部都當你是說笑 有點傻瓜味 傻瓜味 我忘記了那個名字 是純用木造的 其實是那個人 就在所謂的巨石 那裏 即是說他 他有去那裏 就製造了那個音響的失業 對 那裏應該在新墨西哥州 對 跟這裏有距離 在1978年之後 這件事已經被淹沒了 但是 與此同時 去到 這個就是那個 Brown and Blue Lights 是National Geographic 這個 這個應該不是流的 即是他拍到這個 都找到這個片段 這個是National Geographic 當時去拍 是 壯不壯觀 就是這個Brown Mountain 裡面的那些光點 去找回他所說的地方 是找到他形容過這些石洞 起碼這一部分 即不是他說 我隨便說一個 而是他真的說到 他進入過那些什麼地方 現在就未進入那個動物裡面 但是已經看到他所在的地方 找到的地方 即是說 是這班人 這班人 都是V1人 就是聲稱他們去那裏 他說找到那個地方 現在呢 唯一一件事可以 去確認的就是 在事後 再trace 現在去找這班人 又間接認識到一些人 當時是談論過有關這個事件 是 而他們看到的人 就是聲稱看到的人 就是3至4呎 我們說的那些 GRACE 是 GRACE 當然去到2011幾年的時候 現在就不可以去 那麼輕信這些說 見過GRACE 因為 那個羅茲威爾的事件 已經出來了 是 但是有這件事 有兩件事 我們可以確認到的 其一就是 在這個地方 的而長期出現過 這些不明來歷的光點 第二個 可以理論上 可以 double check 就是 當時在1961年 發生過這件事之後 是有官方的人員進去 做過調查 例如Man in Black 這類的人 是可以 在當地的人 歷史紀錄中 是可以確認到的 即是變成了 不是就這樣叫做老作 有種叫做關注在那裡 對 關注在那裡 至於外星人的屍體 或者叫木黎依 到今都找不到 有些人看過 有拍了一張 剛才那張 黑白照 但是 到現在 這件事 是完全沒有任何線索 但這人本身是出過一本書 這本書是自資出版 我相信你也找到的 是描述過 他經過一條什麼路 進去那個地方 後面的潛台詞是什麼呢 實際上 這個Brown Mountain 就是外星人的基地 聽到好像我們在武林裡面 桃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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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花園的那個潮夫 找不到他的那個地方 現在這個就有個不同 就是 新的這一班人 都找到那個 咦 可能是一個入口的地方 可以再跟進這個 information 這件事本身 當然你不可以以一個 很 確訊的方式 因為後面太多資料 都說 例如你說到一個外星人的木乃伊 又不是解放外星人 你原來沒有證據 但有幾樣東西我覺得 是有少少值得 即是他去看的原因是什麼 我覺得最重要的原因是 他說他看到OPS 是 在那個年代應該 OPS的傳聞出了沒有 他沒有那麼刺激 因為當時70年代 你說有很多 圖片 OPS 那些 都有 在那裡 但就沒有 現在 大家 很專注 找 即是甚至研究 OPS 因為他會發覺 OPS 裡面有很多 information 有些 圖像的訊息 好像那次 我們那個 朋友 他研究 現在 大家會重視 而有跡可尋 不是那麼難 去理解 因為越來越多人 有 有 發現到 OPS 甚至聲稱 可以影響下來 這件事 本身 現在去查這幫人 他們有另一個看法 是 他說 看到外星人 這個 這個現象 是有可能發生的 但是 他們就不會相信 有火星 有 金星人 即是金星人 有美女 那個解釋 就是說 他可能 他遇到的情況 有近乎 這個 佛目工人那次 即是 Fight in Sky 那個事件 但是 那個經歷本身 甚至可能 是 有少許痛苦 但是 所有這些建外星人 其實就是 給那個 就是 去見他的人 進行一個 所謂洗腦的過程 一個 就是 將他那個 記憶 改了 植入了 一些錯誤的記憶 進去 如果去到這裏 事實上 是不需要一定 用外星人的 方法來解釋 你可以想想 就是 其實 在 這個 CIA 那個洗腦的工程 裡面 他們沒有做過 嘗試做過 這些 這些事情 令到當事人 覺得他們 見到某一些 的 所謂的 超自然 或者是 和外星人涉及 有關的現象 是 這個 剛才提及的 古埃及的 那個詛咒 那個詛咒 很多時候 我們有一個 就是 未曾找到 很多 理解 就是 不單止有些 在身體裡面 出現了一種 叫做 中咒的跡象 或者 你在你的意識裡面 你會接收到 有一種 迷亂 令到你可能 會發覺 可能 就是 那個人 但是你要記住 他這個人 本身 他除了這件事 他是一個正常的人 他只是 這個記憶 令到他相信 他是見到一個 很漂亮的 金星 的女性 因為 他有很多時候 在這些 親身體驗 的 這些 接觸者 裡面 我們為什麼 將他放在 外星接觸 你會發覺 當他接觸之後 他能夠遭遇到 經歷到的 事情 你可以 跟他 用一種 很有 專業的方式 來再幫他 找回那個記憶 出來 那個資訊 會越來越多 但是這個案子 如果大家 看回那個年代 是開始進入 所謂的外星人 老劫 那個年代 是啊 因為他實際上 比Betty Hill 早了幾年 所以 因為 他這種接觸 他最有趣 就是 你碰到這些 外星的接觸 那時候 有時候 你自己的經驗 當你說出來 那時候 你可能 以你的學術水平 或者學識的水平 你只能說到 一部分 但是 你經過一個專家的 印度 說的時間 你可以越滑越多 這是一個 很奇特的 體驗 所以 很多人都會 懷疑 當你真正 去接觸 那個 如果他是外星的 接觸現象 的時候 你會發覺 他的層面 不是 他叫做 三次元的層面 你裡面 那裡 你又要看看 就是 他說的話 雖然很極度 V11 他跟某些現實的 線索有沒有相符 特別是後來 就是說 年代很遠之後 隔了很久之後 很不同地方 有沒有人 為何會 跟這些東西 扯上了關係 這是其一 第二樣 就是 他出現的年代 UFO的現象 究竟去到哪個階段 他現在這個年代 就是跟外星人 朋友的年代 然後 沒多久之後 就是老劫的年代 第三個 就是 今集 最尾 我想說的訊息 就是 一些似乎很 VV混混的 UFO紀錄 大家又不要純粹用一個 恥笑的角度 或者忽略的角度 他慢慢會浮現一些 線索出來 例如說 為何政府當時會派出 如果有 為何那些人會派出 甚至去恐嚇 封嚇 這些 嘗試去調查的人 對 因為他很多時候 你第一個接觸的時候 你說的 可能會予以不清 因為 為何你 說得很清楚 你完全不知道 甚麼事 但那種經歷很奇特 你說出來的時候 你用你有限的語言 來表達 但慢慢慢慢 你可能再分到 一些條理的時候 你越來越細緻 很多時候 我們會看到 真是遭遇到 這種外星遭遇 的時候 我們會有一種了解 最初的說法 完全不是很清晰 但最重要的是 出現在這個 山的光 Brown Mountain Brown Mountain 究竟是甚麼光 我們將來有機會 再去 甚至去 北羅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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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加羅聯納州 去親身調查 好 這不是我們自己做 我們委託阿嫂博士出去做 如果他請問 我們也會 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